19世纪下半夜,摄影术通过西方外交官、商人、传教士等各式途径进入大清国,成为一种记录历史的全新方式。 而在19世纪,中国大地上的摄影活动,几乎被来华的西方商业摄影者所垄断,其中最著名的有埃及尔、尼尔顿·米勒、威廉·桑德斯、约翰·汤姆逊等等。 随后,得风气之先的香港和广州等地,陆续涌现出中国本土摄影力量。 而在整个晚清史上,名声最大、摄影水平最高的本土摄影师当属赖阿芳。 赖阿芳又名黎芳,于1839年出生于广东省赵庆府高明县,现今广东佛山高明区,少年时逃难来到香港, 并于19世纪60年代末,在香港皇后大道,创办了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商业摄影工作室《华方映香楼》主营人物肖像。 而此时的香港照相业竞争已非常激烈,当时的照相馆已拍摄室内人像,尤其是名片小照为主。 但华方照相馆经营业务范围广泛,在拍摄人像之外,还先后拍摄了香港、澳门、广州、汕头及中国其他通商口岸的风景照。 同时这也是中国人最早的社会纪事摄影,标志着本土摄影正式担当其记录历史的媒介身份。 19世纪下半叶的香港,自由港地位虽然还未充分发展,但随着近代东方贸易市场的逐步建立,香港的贸易地位日趋凸显。 开始了殖民地历史和近代化历程,传统的建筑与风貌逐渐瓦解并消失,近代化色彩也越来越浓烈。 摄影术也刚好在这一时期蓬勃兴起并发展,伴随着市场的需求,尤其是拍摄风光照片销售的市场,促使一些摄影师自觉或不自觉加入到风光记录的行列,为后世留下了香港在这一转折时期的影像记录。 在香港的港湾照片上,能看到近代化的港口、城市建筑,也能看到传统的帆船。 拍摄这些近代化设施是为了展示香港繁荣的一面,而古老的帆船在西方人心中有一种古典美,这些风光照片主要卖给西方人。 在香港繁华的市中心,也能看到传统物质文化的一些蛛丝马迹。 在这张皇后大到中部的照片上,除了两边的中国商店外,最显眼的便是轿子,包括三种,一种是正常街道上使用,一种在山地登高使用,还有一种是女士专用轿子。 经过十多年的经营,黎方的华方映像楼,逐渐成为当时香港最有名气的摄影工作室,堪称晚清中国最成功的照相馆。 而华方映像楼成功的背后,必然离不开黎方精湛的摄影技术。 除拍摄擅长的人物肖像外,黎方开始介入一些社会性事件的拍摄, 众如1874年香港遭受大台风袭击,史称假虚风灾,黎方拍摄了系列照片。 镜头就是香港假虚风灾后的惨状,镜头中的东方蒸汽航行公司码头, 沪泊石被移动,岸上建筑损毁严重,港湾里的小船是很多人家仅有的庇护所。 而在人物摄像上,黎方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,认为肖像作品在造型和画面处理上,不应该完全按照自然中的面貌。 他的审美趣味还受到了中国传统绘画形式的影响,作品中带着强烈的中国风格,也正因为如此, 他的摄影作品不仅受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,也深得西方人的喜爱。 黎方卓越的职业修养,逐渐得到了业内的广泛认可,就连当时在中国工作的苏格兰摄影师约翰·汤姆逊, 也对黎方称赞有加,称其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独特的鉴赏能力。 而黎方早期拍摄的风光作品,展现了晚清时期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, 诸如香港、广州、上海、福州和厦门的奇力景观, 让后世一窥19世纪中国的人物、风景、城市、建筑、历史遗迹以及文化风貌。 当然,一个成功的摄影家除了会拍摄,还要有出色的营销技巧。 黎方不仅雇佣了国外摄影师为其工作,让自己可以有充足的时间与财力从事工作之外的摄影, 他还和当时的很多政治高层打好关系,成为很多外国外交官们指定的摄影师。 此外,他跟当时香港政府交情匪浅,每逢有西方贵客来访或有重大活动,都会请他去拍照。 他曾为香港第七任港督坚尼蒂爵士和到访的俄国阿里克谢大公拍照, 这两次经历都被写入了华方照相馆的广告里。 此后的1877年,黎方又为继任总督宣尼斯爵士拍照, 1879年,又去北京为外国公使团拍照。 精湛的摄影艺术与出色的营销技巧,使得黎方积累了巨额财富, 靠着这些钱,他逐渐扩大自己的产业,他炒过地皮,投资汽水厂,开办机械制造厂,做过轮船主等。 1883年,黎方正式加入英国国籍,但有可能因为扩张速度太快, 使黎方的财务状况出现了问题。 在1890年,黎方去世时,照相馆欠下了大宗债务,好在一年后由其而习扭亏为盈。 黎方去世之后,其照相馆由长子李以珍和儿媳张元明经营,并继续雇佣外国摄影师。 1937年,李以珍去世,其其张元明接管照相馆。 1948年,张元明将遗产17万港币捐给居士林女重部。 至此,经营了将近80年的华方照相馆正式宣告结束。 而华方照相馆,尤其是黎方本人,经历了香港由传统向近代社会变迁的过程,因此她的职业生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社会背景与特色,也成为了她作为跨时代摄影师的烙印。 2020年2月,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约翰逊艺术博物馆,展出了19世纪中国摄影巨拨,离方特展,吸引了世人的目光。 借由19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本土摄影师视角,50幅弥足珍贵的原版照片穿过岁月,讲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故事。 以商贸经济、风物景观、人物肖像、市井生活、城市建筑为主题,游近极远地展开时间轴,再现了晚清时期香港、广州、上海、北京等城市的风貌,待观众一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图景。 追寻着黎方的镜头,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广州城已经相当繁华,招牌遮天蔽日,许多人好奇的望向镜头。 除了在照相馆忙碌,三十余年的职业摄影生涯中,黎方还游走于大江南北,拍摄了多地的自然风光。 他的美学风格深受中国山水化的影响。 在广东顶湖山龙潭飞铺照中,他将T白的湍流,有黑的石影,端然无波的潭水并制,以强烈的对比效果,展示着瞬间的永恒。 150多年前,当黎方背着沉重的照相器材,通过繁复的程序拍下一张张照片时,他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简单记录,更充满了对艺术的探索与表达。 黎方的艺术理念,根治于中国传统文化,对后世中国摄影师的文化心理和美学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他的作品无论是对自然景观的记录,还是对人文历史的观察,都给后世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,极具学术交流价值。 作为19世纪中国本土摄影先驱,黎方拍摄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代,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影像史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